大家看看這題 他說Fs的A-1-G-S Fs在S等1的導數 這就叫什麼意思 什麼叫導數 就是把微分圍下去用XX用一代 那S等1意思是XX用一代 算出來的答案叫導數 這樣是甚麼意思 各位可以齁 那老師你再強調G-10微分怎麼微分 像這題齁 如果說你程度剛才有聽過的話 這題比方算是甚麼 F1合什么特性 它造成G-1裡面會是幾 0 在G-1裡面會是0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違分 沒有辦法 所以折疊怎樣 不相信 我們來算一次好不好 我講過要把G-1給拆掉 G-1給拆掉 G-1需要去你裡面 這個很困難 所以說告訴我 當Z-1裡面是0的時候 對吧 進正南部的中間事情 但這影片是0的時候 告訴我AK的事情 所以說這次我老師把分解成第一個 AK是比1大和AK是比1小的修行 比1大AK解A什麼號 正號 拿掉局限式的事情 AK解A 正問題 比1小A 解A夠不夠寫 不夠 拿掉局限式要加什麼號 負號 加了負號是變極 負A10 加1 所以我開始把它抓起來為分 來 首先告訴我 比1大 老師可以確定告訴你FS的事情 A-1 為分事情 1 比1小 老師可以告訴你FS一定事情 FS加1 所以違背一定事情 麻煩的是等於1的時候 對嗎 對嗎 違再強調違分子來了 違分是Limit到AK是趨近1 像這種A-1分是FS減掉F1來的對不對 所以說問你F1就是AK很像1 很像1是不是1 51 它可以比1大一點點是挺大的 比1小一點是挺大的 一個是1一個不1 你確定答案是多少嗎 不確定 所以說這說起來 不確定答案 不確定答案 對嗎 該號 我可以把自己看一下 OK OK OK